大家好 今天用两张豆腐皮和一把金针菇 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一口一个吃的好过眼 首先把金针菇切去根部 放入盆中 把金针菇吃成小朵 再用清水给它洗两遍 洗好之后控干水备用 豆腐皮给它对半切开 叠放在一起 给它分成三份 切好之后 再把它们叠放在一起 最后把它们对半切开就可以了 取一张豆腐皮 放上适量的金针菇 给它卷起来 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卷好之后 扎上一根牙签 固定一下 放入盘中备用 刚才和老婆开了一个会议 两个穿在一起 这样更好 煎的时候更省空间 金针菇卷全部卷好之后 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半勺花椒面 半勺紫然粉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调色 一勺蚝油 少许盐 半碗清水 把它们搅拌均匀备用 电饼仓或者平底锅 预热刷上一层油 摆入金针菇卷 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 煎至两分钟 时间到 底部煎至金黄 给它们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煎两分钟 把豆腐皮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把它夹出来 夹出来之后 给它摆入炒锅中 倒入调好的料汁 在煮的过程中 可以翻一次面 把汤汁收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夹出来 装入盘中 把剩余的汤汁 再淋在上面 最后 最后再撒点漂亮的小葱花 这样好吃的豆皮金针菇卷就做好了 一口一个 吃得非常的过瘾 虽然是蔬菜 但是皮吃肉还香 感兴趣的话 点赞收藏起来 分享给亲朋好友们一起去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关注我 点击我的头像 还有更多的家常美食 吃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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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